我還是知道韓國瑜要怎麼贏這場選戰 韓國瑜應該要來請教我 他過去這個嘻嘻哈 他的情況選上高雄市長 可是一選上之後他成為建制派 他不知道要怎麼這個 讓他的團體動起來 不知道怎麼開政府 所以呢 他在很多時間裡面 他就說有很多小孩牽刺我啦 高雄市政府動不起來 他只要回到過去那種嘻嘻哈的狀態就好了 那他做那個海賊王啊 如果愛情摩天輪蓋不起來 愛河把他改成愛情特區 如果說賽馬場蓋不出來 中友那邊我們就直接開放賭博特區 你不安好心眼而已 沒有沒有我是講真的 你如果沒有錢 因為他本來很有聲勢 大家會投資他去講一些奇奇怪怪的政策 如果說他沒有錢去做這些事 你乾脆一口氣就直接打到底 我就是中華民國的進步派 青色特區把他弄出來 賭博特區把他蓋出來 大麻給他蓋下去 我跟你講他的票一定比現在還要高 他真真真正能夠拿到青年進步派的票 你看他敢敢試試看 雖然河南有紅燈區 對 而且他是唯一一個 可以做這件事情的人 他可以從高雄港 他可以從高雄港開郵輪出去 到公海大家打麻將大賽 我跟你講他這樣子弄 他的選票一定會出來 你看他敢不敢就好